老师好,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个是这份简报 简报的名称是网易科技所做的 协助老师快速入手的 high teach舞的新手入门教学 基础界面操作的简报 这是PowerPoint 开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老师报告一下 这个,手势使用的时候 第一个,开起来的时候 第一次,如果你有账号没有,当然登录了 在桌面上,老师有看到顺序吗? 第一个,哦,sorry,第一个点哪里? 一,在桌面上点这个 那这个呢 第二个,这边可以 如果你有序号就登录,没有话 使用Google先,这个先使用 第一区先使用 以后呢 当然你给他 你今天上完课,网易科技就会授权你 等一下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再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在你的工作列 这讲是说在你的工作列 老师有看到这个吗? 这个东西在哪里? 在我的电脑的工作列 来看这个右下角这里哦 当你把high teach装起来的时候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high 老师有看到这个吗? high在这里 这个讲,这一块讲就是这个了 哦,从这里也可以把high teach找起来 如果桌面上你找不到 开起来以后呢 看一下哦,点这里 哦,一样可以开high teach 好,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页的地方 那开起来当然基本名单 这下次晚点再说这个 课堂教学啦 这个哦,这个先略过 先略过 我们先开起来先就会到这里来 开起来以后 这是high teach开起来的画面 那右边,老师看一下哦 这个教学工具 右边这一块 哦,这边呢 high,这个开一些 我们开信啊 箭头选取啦 后悔啦 画笔啦 特殊笔 那文字 橡皮擦 那这边有些造型 调色盘 那这里有食物投影机 还有教学百宝箱 这边有垃圾桶 那简报进来有上一页下一页等等 哦,这是互动功能 这里非常强哦 这里是教学工具区 那上面这一块叫做课堂资讯 谁登录就是谁的账号在这里 那学生可以从这里看 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序号在这里 那这边呢 开始课堂,结束课堂从这里切 那教学教了多久 目前在第几页 中间是教材展示区 来,再来 左边这边呢 就刚刚老师我示范了 如何开简报从这里 你看见吗 那这里是切换简报的 那这一颗是左右切换 那教材展示的时候呢 如果学生回应 我可以看到学生几个人回答 几个人还没答 教学的互动区 资讯区在最下面 这个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就是在这里 每个按钮说明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做得很棒 来,我再放大一点点 你看一下 这个是系统选单 选取复原,刚跟你念的 哦,所以老师可以看的这个 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来 那当然一下我这把它念完 是没有很大意义的 等一下呢,我就再开一次哦 所以这个老师这样 来,我重新再启动一次哦 这个,这个简单的教学说明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 我先回到桌面上来 第一个,我重新来哦 第一个 来,老师我启动的时候 请你不要扫描 好,刚刚跟老师报告过 等一下如果还没做的时候别急 你一定要在手机安装 HiTeach的程式 那以后呢,你有专一版需要 手机扫一下就进来了 那老师看一下 我现在是使用我手机 扫描登录我的HiTeach账号 哦,开起来 开起自动厂这样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来,他告诉你这边使用说明 这是我刚念给老师看的 这些 你有看到这些吗 这是教学工具区 对不对 这是课堂资讯在这里 这个使用者现在谁 那开简报在左下角 来,先把简报开起来 再一次哦 点选这一颗 接下来这边有现成的一些 可爱的一些资源 IES线上图顾的学校 而且搜寻网络上图片 那预设资源再提供给你 让你的简报可以再加一些 可爱的图片 这分类 那重点在这里 右上角的本机资讯 那点起来以后 请你呢 把你的简报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简报 我们刚刚请老师下载这个 康轩植物面面观 刚开过咯 再开起来 开起来记得要点贿入 这时候开起来就用你把它关闭 那所有的教材在哪里呢 点左边的第二颗 点左边的这一颗 这一颗这一颗 当你点这一颗会出现 我们简报数的浏览模式 其中第一页就是 HiTeach开起来的空白页面 应该把它做插插删除 好 那这个时候点一下 那这边当然可以快速切了 第三页 等一下我们要跟学生做互动 就这些啊 那点这里 哦 这是 也可以从这里 这浏览模式 那这条列式方式 这个 来 那把这个收起来再点一下 好看